我们上几课说寡也没说完 就提到了三姑六婆 我们先讲述一下这个吧 这个三姑指的是尼姑、挂姑、道姑 就是宗教修行这些 那么这些反而不上当词 其实真的清修 它在任何场合都是修 反而是和尚道士 它只不过是一个职业便利而已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 它容易清修 不受世俗沾染多一点 但是世俗的是你反而不太善于处理 因为你经常不接触 所以你看什么转世红红在那儿 如如不动 看似多少天 入定 那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念 修得很好 那一下上来 山下的女人是老虎 男人也是一样 所以 你没有真正 经过那个红尘的历练 你是没有彻底放下 你到事上是经不起的 说还有一层 就是你完全的追求这个崇高 高大上 高大上 无欲无求 这当然是至高境界 但我们人呢 身为人 他就有一些方面 欲望去 处理 适当的 也是给你享福报 你一点福报都没有的 那你就去当和尚老师吧 那是很无奈的 当然他精神上不代表他 不行 那发生可能很高尚 那高尚大德 对吧 那最后也是出来的 但是也只有那么一两个 几个人而已 但他世俗方面 想的福确实就少 我们命理说 这种人呢 堪称不了富贵 只能说贵吧 也是到头来的 中间的那些 下面的那些呢 都不算 当然也避免了你去世俗 惹一些乱七八糟的 造一些很多 业 没有没了 车来车去 所以你实在没办法 这也不 分为这一部分 弱势群体 身体不行了 精神不行了 家庭不行了 你很无奈 都是一种弱势群体 跑到寺庙里 那也有 这是大部分的 真正 看开看淡 很少 大隐隐于身 那这才是叫 出于你而不然 这叫大修 所以不要认为这些行业就 怎么样 很高尚 或者很卑微 也都不是 出到头都是 逼上两扇 命运势然 不得已而为之 都是被逼的 那六婆里面呢 还有 不同说法 有人贩子 那这个当然是很悲伤的之一 干什么不好 去贩卖人口 你也是人类 我们都是同类 搞得这个样子 那还有一种 就是妓女 的介绍人 就是老宝 叫 宝妈 那个宝妈 那这种 贩卖身体 女人最尊贵的 女人主因呢 这个身体是最尊贵 可以 那这些当然都是不好的 但是至于说 像Maper啊 当然他有说三道四的 这一方面 也搞不清楚 月老子不安排 他就胡来撤去 现在反而认为 这是很高尚 但是真的是好的 一段婚姻 让你成全了 让你欠仙了 那当然是美好 有一些职业 包括接生 也没什么不好的 反正道理上 讲不通 那就不是了 那就不要信 那古人 你懂了再说 那然后 我们下集合继续